我们曾经讨论过 生命里面或者是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 有几个很重要的能力需要栽培的 我曾经讲过 第一个就是有一种醒觉的能力 这个醒觉的能力就是awareness 我们不单对外面的事物有这个醒觉 比方说我看见花,看见草 我看见春天来,我看见下雨 看见下雪这些是我的醒觉能力 可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对我自己内心的醒觉 比方说我的思想,我的感情这几方面 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能够反省 reflect 就是我要知道我在这个醒觉以后 我里面是怎么样思想 然后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能够有领悟的能力 或者是明白,我把我所看见的 所收进我里面的,所醒觉的 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告诉自己 我从这些事情上面,我学到什么功课 这几个能力有些是先天有的,有些是后天需要栽培的 我们继续讲和这几个能力很有关系的就是我的思想跟我的感情 要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吗? 你能够回答我吗? 然后我跟着再问 你用什么基础去建立你的思想呢? 这个问题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大部分的思想都是听别人所讲的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呢 我们生出来说好像白子一样 所以是周围的人给我们的思想 给我们所讲的,我们就全部吸收 可是到了大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 所以就有困难了 我的思想是有很多很多事情来影响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都影响我们 好比说,举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个农历新年 那么你家里有些什么习惯呢? 有些什么传统呢? 过年对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么除夕的晚上我们要吃团年饭 要是家里的人不能够团聚在一起 老人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那么你们家的习惯或者是传统 在除夕的晚上是吃什么呢? 你要是回想你小的时候呢 大概都是每一个除夕的晚上都是吃那几个菜式 因为这些菜式是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的传统 到了年初一是怎么样呢? 年初一有一些家庭就是年轻的一辈要捧着茶 跪在长辈前面,恭喜他们过年 然后长辈就派红包 这个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的习惯 可是有另外有一些家庭呢 他们不是年初一派这个红包的 他们是在除夕的晚上 小孩子都睡的时候呢 妈妈或者是爸爸就把红包放在他枕头下面 这些是我们不惊不觉放在脑子里面 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 所以要是过年没有这几种的 这几种的传统 或者这几种的怎么讲呢? 就是practice呢 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年过得不完全 所以这个是影响我们思想的 所以请大家问一问自己 你是想什么的? 你的思想是根据什么来发表 或者是来萌芽的 这个是很值得 你再回去思想思想 那么还有几个例子 我要再继续跟大家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